直至目前为止有三宗的确诊个案 是82、83和84 82宗个案就和72宗个案有关 他是他的儿子,即是72宗个案的儿子 他也是住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南田、兴田村、彩田楼 和父母居住 他就是旺角东站的港铁站的站务员 2月20日开始不舒服 发烧和疲惫 那天就是他最后一天上班 他就拿了病假之后 就在家里休息 在2月22日就去看医生 知道爸爸入院之后 我们就请他进去联合医院 那天也是一个确诊个案 在这个83宗 就是一位55岁女士 她就是之前我们一个个案 是76户个案的妹妹 她是55岁 她是住在八福花园康福国 那是跟家人一起住 那她就是在英皇道明院中生 那个KFC就是在厨房那里做炸鸡的 那就没有接触那些顾客的 那她也没有外游记录 那她在2月17日就开始施 接着2月24日就去看律敦寺 那她就进了医院 那她在2月3至8日都有去福威的佛社那里 那9至22日就主要都是上班 那有时候就在家 第三宗个案就是84宗个案 那她就是刚才那位个案 就是83宗个案的儿子 那她就是24岁男士 那她也是住在八福花园 那她在办公室工作的 那在中环1号广场那里上班的 那就是没有去过外游记录 那其实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病征的 那因为知道了她妈妈病了 那所以她就都去了律敦寺急诊室 那在那里照了肺 都是肺片有花的 那她就入院了 那今天也是确诊的 那我们去过佛社那里 就一共就在公共地方 和佛社里面就采了33个环境样本的 那在公共地方的环境样本 就全部都是阴性的 在佛堂里面的两个样本 就是有阳性的 那一个就是在 就是它有一些经书面 和一些布盖着经书面 和那个桂毡那里 那我拿了一个样本在那里 那这个就是阳性的 另外一个样本就是在 在佛堂里面的洗手间 里面的水龙头的扶手 就是一个手柄 就是冷月碎的手柄那里 都是阳性的 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 就会尝试一下培植 还有看看那个基因 是和我们之前那些个案 是有没有关系 有些比对这样的 那佛堂在当天 就是已经是再彻底消毒了 那我们都打算 可能就等多一个星期 再去那个佛堂那里 就去采养 那看看会不会再采到 阳性的样本 一般来说就是 就是那些病毒 在这些环境里 可能都会维持一段时间 那过一段时间 就可能会没有了 那我们就会 看一看这个情况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再次看看 如何可以消毒